大家好,我是虎客网的小张老师 今天这期课主要为大家讲解Skychop制作警示灯模型 其中重点是矩形工具的使用 难点是材质工具的使用 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Skychop制作警示灯模型 我们使用直线工具依次将拆分的线段进行连接 使用缩放工具依次将模型进行缩放 双击即可实现重复上一操作 使用直线工具依次将模型进行缩放 使用直线工具依次将模型进行缩放 选择推拉工具 选择推拉工具将面向下进行推拉 使用直线工具依次将模型进行缩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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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成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好了 此时我们的模型就已经创建完成 我们本节课程讲解完成 下节课再见